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忆中第一次知道她的时候,就是听了她唱的大鱼,当时听到她的嗓子的时候,还以为是个女孩子,后来知道是男孩的时候,惊呆了,从此爱上了这个声音,她的声音有种魔力,仿佛能够让听众身灵起敬一般,周慎的情势何物前调,让人不禁内心有些苦涩,带着很多忧愁和无奈,在她一开口的时候,好像瞬间拉进了一个情景中, 不仅声音带着空灵,而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,带着很强的共情能力,写词的人的文字表达,每一字每一句都带着对感情的敬畏和震撼,每句话都让人感觉思绪非常沉重,而周慎的厉害之处,就是她用自己的歌声,让这个歌曲很好的演绎出来这种复杂和忧愁,又带着期许的感情出来。 周慎的这首歌有让人越来越爱的能力,反正我是感觉是这样的,因为越听越上瘾,而且,越听越喜欢,越听越放不下,这除了在歌曲本身的好听外,更多的是因为这个歌手的声音类里,非常感觉非常的舒服和感人。 周慎在这首歌里面的歌声带着催人落泪的情景,偶尔出现的颤音能够让听众感受到心痛和悲伤,而里面的简单的有点情绪的起伏,更是让这种悲痛交加的感情不断上涨,让听众达到一个情感上的高潮,与他达到一个共鸣,非常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这首歌这段词的感受。 周慎这个歌手,之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孩,主要是就是从他多次演唱的歌曲中,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歌曲的内涵,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,一点一点地让听众沉浸在他的歌声中,他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,情绪的进入是非常的快的。 舞台里面烟雾缭绕,通过这个歌曲来对大雁的追思,和对爱情的憧憬,周深的音乐造诣,能够带给人非常美好的画面感觉,包含着爱情的酸甜苦辣,五味杂陈,让整个人都在他歌声的质朴和自然中得到完美重现。 情绪和物这首歌就是将金默诗人元好问的摸语而艳秋辞,从里面的一些文字和想法来谱成了新歌,而很巧的事情就是隔着时间的长河,通过元好问的词曲,在当代重新在周深的演绎下,重新进入了大家熟悉的歌曲中。 元好问世纳的时候,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家,她在诗词曲方面,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,可能这样说大家还感受不到她的词曲。 而这句问世间,情是何物,只教生死相许相信基本很多人都听过,里面是通过大雁来歌颂爱情的美好和心酸,霍比特周深穿西装,轻松营造一米八,不愧是小个子穿搭指南,可可爱爱。 没有脑袋这句话用来说,周深真是无比合适,当然是有脑袋的,不然多惊悚啊。 对此有网友表示,不是没有脑袋,而是少了别人一个脑袋的高度,则,多顺啊。 周深是一位爱各自男生,仅有161厘米的身高,对女生来说颇为正常,但对男生来说确实有点矮了,但即便没有那么优秀的身高条件,周深身上所蕴含的能量, 却超乎人们的想象,双上极高备受喜爱,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周深的歌曲而焚伤他的呢? 反正小编就是如此,最开始是被一首大鱼海棠圈了粉,刚开始听歌时总以为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,后来发现原来周深是位男歌手。 周深在乐坛领域有极高造诣,她的声音比较独特,也有很高辨识度,清新空灵的声线很有特点,也很有魅力, 虽然之前长音偏向女性的声音受到不少欺负,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。 现在周深在乐坛领域获得很高造诣,她用她空灵的声音,置于了多少人的心灵。 很多人都是先喜欢上她的声音,然后才关注这位歌手。 结果发现她就是宝藏男孩,情商极高备受赞誉。 霍比特人周深穿西装,轻松营造1米8,不愧是小个子穿搭指南。 被网友戏称为霍比特人的周深,虽说身材仅有1米61,但时尚衣品却很出挑,总能通过穿着打扮,营造出1米8效果。 这次周深穿着一套白色西装造型出镜,看着就颇为简约干练,修身西装搭配灰色腰带收拢,就很好展现出漂亮身形比例,营造出1米8的基实感。 正不愧是小个子穿搭指南。 黑白造型是很常见的时尚风格,尤其是白衬衣搭配黑西裤这种公式,就是基本操作。 在各种场合中都能出现,而且简单易上手,受到不少人喜欢。 这次周深穿着一套黑白造型出镜,白色衬衣是最简洁朴素的版型,纯白色条没有多余坠实。 搭配黑色西装裤干净清爽,在落花的衬托下,氛围感十足,更显干净少年魅力。 就像前文提到那般,被称为小个子穿搭指南的周深,时尚衣品是很优秀的,总能轻易驾驭各种不同的时尚风格。 就像这套舞台风造型,同样充满时尚亮点,尽显活力少年感。 嫩黄色衬衣用金色试条点缀,印花蝴蝶结俏皮灵动。 黑色长裤采用拼结式效果,单边裤腿用多层次面料叠加,腰间记着金色链条装饰,增添不少精致效果。 周深这套穿着打扮也很帅气,宫廷风造型好似小王子一般,整个气场更为强大。 深蓝色长袖衫加上铜色披风,用金色缝线元素点缀,搭配纯白色长裤后,整体造型超吸金。 周深小小的个子里,却蕴含着大大的能量,这样的他谁能不喜欢。 去年秋晚的史诗级联动,今年周深将再登秋文舞台,手弹吊威亚感受。 去年的中秋晚会,周深和萨鼎鼎合唱的一首《左手指乐》可谓是史诗级联动。 神仙唱功让人记忆犹新,当初直接登上热搜,当唱到高音时更是指冲大家偏灵概。 网友纷纷拍手叫绝,而在今年,周深将再次登上中秋晚会的舞台,为大家带来出彩的演出。 在今年的秋晚舞台上,周深首次尝试吊威亚,与以往站着或者坐着唱歌相比。 他在采访中说道,自己是第一次吊威亚,很新鲜,一开始会很害怕,后来就好了。 在此次舞台中,周深不仅被吊在半空中,还要去模仿在太空的一个状态。 这也算是一个挑战,网友纷纷表示,已经开始期待了。 当然,大家对于周深的唱功,自然是没话说的,绝美的唱枪每次开口都使人惊艳。 这次中秋晚会的舞台,想必也不会另一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。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。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